篡改一马公司机查报告案今天续审 吉隆坡高庭允许控方申请 将原是被告人的前一马公司首席执行员阿鲁干达 转为控方证人 他会在今天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 指证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 吉隆坡高庭法官在尼玛兹兰表示 他是基于控方已给出申请理由 在不损害辩方权益的情况下批准了有关申请 控方早前援引2009年反贪汇法令第63条文 作出申请 要求让阿鲁干达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共证 条文阐明在两人或多人被指控 抵触同一法律条文罪行的情况下 如果检察官提出书面申请 法庭可要求其中一人或多人作为控方证人 阿鲁干达和纳吉是在2018年被控串谋 篡改一马公司机查报告 不过他否认有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